其實我那時候檢測的數值也沒有說很漂亮喔 蛤 你的數字我覺得還比較漂亮喔 我喔 對 因為上次其實我少講了一個重要的點 那個點就是 遺傳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桑林營養師 桑林營養師 我是營養師 他如果沒有 我叫我阿媽 我想看小子 再來上班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聊聊 過了40歲 身體會有什麼狀況 那如果說40歲不是在說你嗎 對啊 其實我就是40歲的代表 你會覺得以前年輕 尤其是比如說以前去那種夜唱啊 KTV啊 夜店啊 然後早上起來還可以直接去上班 那就叫做小子人腳踏三刀肺 我跟你說 像我現在如果一天沒睡 三天就這樣 像他們三天沒睡 又一歲多年 對不對 對 但是我現在不行啦 過40歲就不能這樣熬夜啊 你40歲的時候很健康嗎 喔 我好像顧著賺錢 我身體算太好的一個 因為我還不夠學校糖 你會叮叮叮叮叮 我都沒有 我好像喔 缺一項 維他命M 對 對 我好像缺一項而已 所以我都沒有 媽咪 媽咪 阿嬤 你40歲的時候 辛苦跟健康 喔 很幼耶 有啊 40歲 38歲 就不生孩子啦 你生到38歲了嗎 生五歲啊 38歲生我妹妹啊 那時候辛苦會用喔 可以用喔 哪有呢 其實我現在有感覺到喔 過40歲好像真的有差了 因為以前年輕的時候 二三十歲 能吃能喝能睡能拉 做什麼都沒關係 但是現在一過40歲喔 你就會感覺到身體的一些變化 所以我自己認為喔 過40歲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 而且我們的第一樣是什麼 就是 肌肉量就開始下滑 我們知道蛋白質可以幫助我們肌肉腎上 但是過了40歲以後 肌肉質量跟大腿肌肉力量逐年下滑 以前年輕的時候 二三十歲是不是沒什麼感覺 你頂多喔 做辦公室的人 脂肪增加一點吧 但是你過了40歲你要去運動 一開始運動你會覺得超級辛苦 像我本身其實平常就有在健身 所以感覺是還好 但是你如果久久沒運動 忽然要運動 那超痛苦的對不對 我最近就開始了 因為我給他就要有勞本啦 身體健康 然後呢我就去報名了那個健身房 第一天的時候 本來很不想去 可是我錢已經高啊 所以腳錢是一個幫助你會去健身房的 我已經聯繫已經20天喔 那不錯喔 有維持這個肌肉喔 阿嬤 你以前40歲的時候有在運動嗎 他是勞動嗎 沒有啦 做工作都做不下去了 因為他以前一個人要做10歲的工作啊 所以說他沒有在運動 他勞動力也很大這樣 他身體算是健康寶寶 基因算不錯 他基因算不錯的一個媽媽 所以我們還是好就是除了勞動 也是要去訓練你的肌力 但是除了運動之外 要增加肌肉 我要吃什麼 蛋白質啊 對 沒錯 但是除了蛋白質以外 還有其他條件喔 第一個就是保持我們的 熱量盈餘 就是你吃的 要大於你消耗的 這樣我們才可以增加肌肉 那除了這以外 當然足夠的蛋白質也很重要啦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條件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主力訓練 有時候我們不是光吃蛋白質而已喔 你搭配這個運動 有這個主力訓練去刺激 它才會生長 我們的肌肉也要把它刺起來 它才會硬硬對不對 對啊 當然足夠的蛋白質也非常重要 那40歲還有可能有什麼症狀呢 其實到了一個階段 我們身體狀態會不平衡 像是不管 就這樣起起了這樣嗎 對 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樣 就是女性到了某一個時期的時候 開始會產生一些變化 像比如說會覺得很熱 然後或者是難睡 就是晚上常常失眠也睡不好 然後情緒莫名的不穩定 這都是一些症狀 那除了這以外 還有男生也是啊 男生可能沒有像以前那麼有衝動 那不是人家說的 對 所以到了一個年紀 就只剩一張嘴 這時候都是因為身體的一些狀態 不平衡造成的 不怪耶 我40歲之後 我的問題就是說 比較不會睡 睡眠變差 變差 情緒有不穩定嗎 有喔 也會啊 都放棄了 所以平常就是要好好準備啊 平常好好保養 要怎麼準備啊 其實不壞屋當然我們講的 均衡飲食很重要 你有沒有吃六大類的食物 你有沒有保持運動的習慣 那當然如果你有些不好的生活型 像是抽菸啊 喝酒啊 這些漸漸你都要去調整 因為以前年輕的時候 你還有那個 本錢 可以揮霍嘛 恢復的速度很快 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紀 其實那個速度會越來越慢 所以我們也要保持身心靈 都在好的一個狀態 你才可以讓我們退化越來越慢 阿嬤 我問你喔 你知道辛苦健康喔 是不是要提早保養比較好 那是應該啊 還是說有事才來治療喔 是要提早保養啦 比較好 不是啊 目前你是有問題 你這裡要去醫生看 又很嚴重了 阿嬤的個性是都 我的個性是 很嚴重 很嚴重 他這裡要去開口 心想看 對 他這裡開口 到底知道才知道 對 你剛才不是提早保養很重要嗎 對喔 如果現在的時代是提早保養 怎麼發事 很麻煩 對 很麻煩 對 那你還記得你以前 30歲到40歲那時候的狀況嗎 那時候我差不多應該是 二三十年前 因為我的身體狀況算是 優良品種 哈哈哈哈 所以都沒有什麼狀況 呃 好像是 有它那個那個 這樣 如果其他完全都沒有 就不能夠冷啊 不可以賺錢啊 不可以賺錢啊 我如果 一天沒睡 兩天沒睡 我很快就開口了 有個健保卡都沒有在看的 喔 我是那個沒有在看的 那個啦 但是你現在也有這種觀念啊 就是要提早保養 有喔 像你會去運動啊什麼就是很好的 因為我就看到他 他給我一個証言就是說 我沒有要給我生的人 給他怎麼負擔 欸真的 這個就是疼愛身邊的人的一種表現 我也沒有要給生我的人 因為他還在那裡 我如果辛苦不疼 他也是會煩惱啊 所以說我為了我自己好 現在開始有在保養了 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過40歲以後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定期去做健康檢查 以前年輕的時候你覺得 欸這些疾病怎麼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但是很多疾病喔 往往你其實提早發現的時候 欸就可以提早治療 像你是不是都不敢去檢查 我不是不敢 因為我是一個健康寶寶 所以說我的 萬倍 你也是萬倍喔 像你叫阿嬤去健康檢查有可能嗎 他一定說 阿嬤 阿嬤 叫你以前去做健康檢查 你有可能會去嗎 不會 不會啦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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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遺傳這樣 那我們提早發現問題的時候 就可以提早處理 那我們平常一定要全面保健 你如果是我問你 如果你如果40歲以後 你去做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醫生跟你說 你有問題了怎麼辦 這時候當然其實也是一個好事 因為你發現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做調整 有時候我們看一下檢查報告 然後有一些紅痣 你就針對這個紅痣 才知道你現在身體的狀況 不要等到真的有一天 一發不可收拾了 那時候就來不及了 就像這樣 那營養生我再問你 40歲以後還會有什麼狀況 其實還有很多耶 40歲以後 其實我們新陳代謝也會變差 像很多人年輕的時候 其實他再怎麼吃代謝都很好 吃大量的甜食 大量的碳水 他都可以代謝的掉 但是有人年紀之後 就算你吃一點點 沒有吃很多 然後還是去測量的時候 數字還是會超標 那是很恐怖的 你知道 所以40歲以後 就會出現這種狀況 40歲還很年輕耶 怎麼有可能 不一定喔 而且我覺得現在機率越來越大 因為現在的飲食都怎麼樣 精緻化 而且現在人活動量又很低 所以你就會吃大量的精緻的甜食 大量的碳水 那這時候你一般真的要去做飲食控制的人 尤其是年輕人 40歲其實一般來說也算年輕啦 管不住嘴 對 賣不開腿 所以他特別也不會去做飲食控制 所以你要數值超標的機率 我覺得就更大了 所以越早開始注意 對健康是更有幫助的喔 你是營養師耶 你也有在做飲食控制 你也有健身 你也要注意這個紅字喔 當然要啊 而且這才會最可怕 上次其實你有沒有記得我們有拍了一個全家人實測的那個影片 大部分都是看阿嬤嘛 看綜藝哥哥嘛 對 但是有沒有發現其實我那時候檢測的數值也沒有說很漂亮喔 蛤 你的數字我覺得還比較漂亮喔 我喔 對 因為上次其實我少講了一個重要的點 那個點就是 遺傳 喔 如果這樣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老爸有問題 阿嬤也有問題 你可憐也有問題 這樣就對了 沒錯 我就是算是高風險的一群 因為其實不能說我平常有在飲食控制 有在健身 其實遺傳也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訊號 我們要特別注意 有時候你家裡的長輩可能測量出來是紅字 那你自己就要特別注意喔 所以喔其實40歲以後慢慢機能夠開始出現狀況 像是心血管健康 聽力 視力 甚至骨密度都要開始注意喔 所以說呢 我以為這個齊老大人才有的 不是喔 其實人到了一個年紀就會開始出現狀況 就像我們開車一樣啊 你平常是不是要固定時間去保養 而不是說等到壞掉你才要修理 那如果你有定期保養的話 就可以讓使用年限變長 人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提早預防提早保養真的很重要喔 沒錯 人家說的五方是四牛肉 第二條是千元冬 那其實挑選營養補充品 也有好幾種不同的包裝 像是比如說鐵罐啊 立肋包啊 塑膠品啊 通通都不一樣 雖然不影響裡面的營養成分 但是在衛生跟飽食上還是有一些差異啊 明顯示不同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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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顯示明顯示不同的網站 明顯示貼物